因为在《我的兄弟我的脸》以及《五号的特工组》当中的出色演出呢 个儿高头大个头高大的于震给观众留下了鲜明的硬汉的印象 是的谁都知道这个硬汉有时候也会有出丑的时候 10月17日于震出演的新剧《边关风火情》发布会上就自曝与女主角安逸轩一段尴尬的戏份 在剧中于震饰演的大头土豪高大头虽然称霸一方一手遮天 但是在遇到安逸轩饰演的土妞养分担后却无计可施 不惜倾家荡产散尽小妾只为赢得美人心 用钱按照苦肉计 霸王硬上功 什么霸王硬上功 相信在不少观众看来表演类似戏码对于人高马大的硬汉余震来说 应该是一如反掌 可惜世事难料 拍摄现场的状况却是这样的 这种强暴戏我还真是第一次演 从来也没有演过 他可能笑场因为我没亲他 就是我没真亲到他 然后呢没真亲到他以后呢 然后发出那个亲到的声音 所以他会笑场 可能一般跟他演的戏人都会真亲呢 娱乐新年地 做演员不容易上海采访报道